哈喽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白张飞的速通啊 白张飞这个角色速通的话只能说是一般般啊 咱们正常玩的时候啊 如果是新手袍们打一个一命通关或者是想打通关啊 白张飞肯定是比红张飞要厉害的 因为他血条长 而且还带能量 还能吃白干酒 他容错比较高 是吧啊 就比较好通关 然后红张飞的话 他是什么呀 他血条短 还没有能量 没有保命的必杀 所以说导致了他新手打的时候不太容易通关啊 但是速通是什么情况啊 直比伤害啊 速通就是拼谁的伤害高 谁就打得快 谁轻拼快 谁就打得快啊 那白张飞跟红张飞的差距太大了 真的是太大了 你看第一关第二关啊 就这个前前撞平A123 前前撞平A123 前前撞就这么一直这么打啊 他这伤害跟人家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里来到了渊哥 渊哥的话 哎 直接白干酒给爆掉啊 渊哥的话 你像这些boss的话 你不太好七手打 完成之后你就要上神位啊 上神位去找这个神龙白尾的伤害啊 呃 白张飞爆气了之后 这个神龙白尾如果伤害能打全的话啊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看是吧 啊 爆气神龙白尾一套打嫩老鞋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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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小心点啊 一会儿掉命了 打完渊哥之后 直接就会来到堆哥啊 因为梦优是不打的啊 你看堆哥这里 前前撞平A134 前前撞平A134 再前撞平A134 一直这么打啊 一直这么打 因为堆哥这个boss比较弱 是吧 呃 但是也也慢啊 也慢 白张飞的话 他得到了10级 他是攻速提升了 他得到了20级啊 他那个伤害才能感觉 哇 特别特别高啊 前面的时候就很一般啊 但是对于不是专业玩家来讲啊 咱们也不会打这个前前撞平A134什么的啊 都是平A4是接狂风式 接前前撞 再接狂风式 然后再接一个跳踢 或者是接一个跳P 或者是厉害点的 接一个恶虎铺羊 对吧 你这么打 呃 你这么打的话 你不 你是不丢伤害的啊 咱们别管伤害打的是不是满的 那至少你是不丢伤害四招一身能打击的 所以说白张飞还是比较受欢迎啊 那对几十八 哎脸望了 我还都知道哪个 beast吗 Λ狂 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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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oっていう Rosie 哎 哎喝了一个 大 чер在ми Rel contacted 也对 crim一块 而不等了充电ral emprest 让我能给成功了 levels月山 赅哪个小离仔 到自己炕 都低铅 你身上没飞盘吗 哎对过影响他这亚兵 哎这回掉头掉过来了 呃白张飞这个 平A三式接掉头的平A三式啊 容易出狂风式 以及掉头前天撞的时候 也容易出狂风式啊 对于手法来讲 得要求非常非常的细腻 因为你掉头的话 是平A三式按左 然后再掉回来是按右 而张飞的话 他左右拳不是一个狂风式吗 就会串招 这边来到了默柯哥 默柯哥平A三式接神龙白尾 神龙白尾上身位 伤害非常高 然后把追递的伤害打一下 雪沙完事之后 蛮牛式追起来再接雪沙 跳一手跳劈接狂风式 接蛮牛式接跳劈啊 一顿花里胡哨 先给默柯哥打走 默柯哥打走之后 就来到了破阵啊 破阵这一段的话啊 就是速通来讲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去打出去啊 而且还不见吕布 你不见吕布的话 就一定有一波是不破的啊 不知道是选择哪一波 看这一波第三波 这么打的话 应该是要破阵了 因为他一直在打这个阵眼 然后这一波应该也要破吧 这一波是 哎呦去这个 这个前A是什么呀 这一波应该是火雷啊 怕火雷 那就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铁下兵放走 看这个手法跑嘛 看这个手法 前前撞接平A啊 白张飞以及魔张飞 前前撞接平A的话 非常非常难操作啊 一不留时就串招狂风式 厉害厉害厉害 真厉害啊 白张飞打破阵 能摊这么多能量啊 这里就来到了默克哥 默克哥上来先给他撇倒 然后把兵清掉 玩之后再一个跳P撇倒 再把兵给清掉 然后一个飞盘 喧他 暴气 平A 然后平A接神龙白尾 打陆逊 高伤害 然后平A三世 再接神龙白尾 神龙白尾 把默克哥扎倒 然后 哎 一顿防 平A再接神龙白尾 续一个隐身一 白张飞的隐身一时间短 再给一个神龙白尾 跳P没P着 那不管了 暴气能量也消失了 暴气状态也消失了 那就打平A四世 两个隐身一 越着杀默克 把陆逊给打掉 这样的话 系统就会形成一个误判啊 就认为你过关了啊 跳左磁 然后等左磁出来的时候 再把默克哥给打掉 这里应该是要过去挨锤啊 过去挨锤 你看这小细节 一锤子 然后平A等 又一锤子 他这个反正过关了之后 也有血吃嘛 有个大的天山雪莲 完事之后 挨锤是给自己找能量的 这样的话就跳关了啊 就跳左磁了 这边来到了徐楚 徐楚的话 直接起毒桶 平A三世 完事之后 再平A四世 追地 追地 然后哎 不暴气吗 打徐楚 不暴气 哎呀对 给我捶他小飞飞 跳屁没屁着 防一手 然后平A接蛮牛士 追地 追一下 直接起毒桶 接暴气 上神位 神龙摆尾 敌方单位各月 哎 这个毒桶扔 扔走了啊 敌方单位各月大 你神龙摆尾 如果打实了之后 伤害就越高 再给一个毒桶 上神位 神龙摆尾 我的个天哪 什么伤害 这神龙摆尾 打到徐楚身上 这边来到了盖阁 平A3是前前撞 平A3是掉头 平A4是基因盘牛士 然后赶紧控一下 铁甲兵 然后赚九葫芦 赚九葫芦要躲他啊 然后平A3是前前撞 平A3是掉头 平A4是接血杀 哎 现在等级19级啊 这个伤害依然 还是跟莫章飞差很多 你看20级啊 20级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刚才那一套连招是19级 这一套连招是20级 是不是差距很大啊 其实三国战技里边 大部分角色啊 19升20级 也是一个大得提升 只不过是没有增加攻速 不那么明显 这边来到了最后一关的大马 上来先是爆气 利用神龙白尾把铁亚马给清掉 然后平A4是接蛮牛士啊 最后一定要蛮牛士给撞走 要不然的话 你不撞他 他就撞你啊 爆气状态终于消失了 平A3是完了 这大马卡到这个位置 会会非常非常影响 他打的速度啊 平A3是哎 平A4是差一点 然后追一个蛮牛士 直接给大马带走 然后到阎哥 阎哥的话 就又要打这个神龙白尾了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神龙白尾的位置 先是给了一本电书 电书跟这个 呃 过字幕的时间是重叠的呀 电书打两点 连打伤害 带清天下兵 然后起毒桶 跳劈 爆气 上神位 神龙白尾 完成之后 毒桶 跳劈 看一下刀兵 没看着 不管了 然后先打神龙白尾 调好毒标 绕一手 毒标 平A 神龙白尾 哎呦我去 这神龙白尾真厉害啊 呃 就是 这个神龙白尾啊 你打的时候 你节奏得非常棒 站的位置也得非常好 而且 呃 正常情况啊 你就 利用了毒标 要毒桶的时候 去打啊 呃 再一个就是 他们速通打的是 普通难度的难度啊 呃 咱们正常打 有些朋友们喜欢 打天王难度吗 打天王难度 你玩白长飞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 强求这个神龙白尾啊 容易打死 会挨揍啊 所以说 熟练了之后没事 不熟练的话 呃 就 非常容易挨揍 再一个就是这个 多捅起手的问题 多捅起手了好打 又被冰鲍打了一下啊 平A 接蛮牛士 然后再继续追地 完了 血量残了 血量残了 就不太敢打了 暴击 跳一手 平A 神龙 上神位 神龙白尾 没打全 但是伤害也不低 然后跳一手 平A 神龙 哎 这死马一个小 你们发现 呃 这跟许楚 确实不太一样啊 平A 神龙白尾 然后跳P 跳一手 神龙 追地 没有追地了 完了之后 直接给了一个 呃 暴击状态消失 给了一个夜叉碳海 白杖飞的夜叉碳海 比天蒙地烈厉害啊 就是白杖飞跟其他角色是反着的 白杖飞是普通必杀 呃 相比较而言 比较厉害啊 跟别人比也比不了啊 是跟自己比啊 是夜叉碳海 比天蒙地烈要好用 这边来到了孟德兄啊 孟德兄就是看孟德兄给不给脸 平A三世 前前撞 平A三世 然后再平A三世 再前前撞 就是 就是一直打前前撞 接平A三世的伟廉啊 就是堵 贴住孟德兄啊 贴住孟德兄站在稍微上身位一丢丢 就这么打 他如果是给面子 一套就带走了 这个伟廉啊 如果不给面子的话 你就一旦你也得这么打 你得拼 因为速通嘛 拼的是速度啊 然后给孟德兄打完就过关了啊 白张飞地速通的话啊 整体来讲啊 确实速度一般吧 只能说是一般 这里夜叉碳海躲一周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小里仔的精彩发挥 咱们下期见 朋友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